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秉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藏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松島距離仙台車站只要坐車約25分鐘 這裡總共有260個島嶼 然後因為島上也有茂密的松樹林 所以稱為松島 那我們來跟大家介紹幾個松島壁丸的景點 瑞岩寺的祥明 是松島青龍山瑞岩圓福禪寺 為平安時代所建造 距近約一千多年 本堂為國寶 然後寺內也有很多重要的文化財 五大堂也屬於瑞岩寺的一部分 為國家指定重要文化財 在慶長九年、1604年 由伊達正宗宮所建 走到底可以直接觀賞松島的美景 搭船由松島 可以將松島大大小小有特色的島一次享用 我們這次搭乘的人王丸 一趟大約50分鐘 一次會經過37個景點 若不想乘坐大船人幾人的話 也可以乘坐比較小的船 或直接包船 福普島是個縣立公園 是一座升級的三百多種花卉、植物 及樹木的自然植物園 在福普橋盤有日本、台灣 有情之橋的牌子 紀念台灣在東日本大力震協助修復 瘦存的福普橋 看著鮑勃心頭暖洋洋的 島上關一圈大概需要一個小時的時間 雖然有高地落差 但不是很難走 到處可以看到觀景台可以欣賞松島 也提供椅子讓大家休息 松島的海鮮也蠻有名的 若不介意排隊的話 可以到松島Sakana市場 排隊吃海鮮丼 順利買一些當地土產 但鮑勃以為時間關係 中三選擇是松島壽司杏 丼飯本身還不賴 配上超和喝味噌湯暖暖身子 小吃的話我們推薦 雪竹的超大片鮮貝 或是雙麒麟 還有松島的名產牡蠣 我們吃的是Pansy的牡蠣咖哩麵包 厲害吧 我們在影片的最後 帶大家聽音樂 在船上看美麗的松島景色 見面了 紅酒 那些群毛蠣咖哩 有些群毛蠣咖哩 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